购物分享 哈喽 今天的就又是购物分享 然后就是我最近买的衣服 今天的购物分享可能就比较的简短 因为我最近没有买太多的衣服 然后第一件是这件 这件其实我前两天拍的照片里面穿的就是这一件 这种蕾丝和这种碎花一起的这样一件 袖子什么的我也很喜欢 有点那种宫廷的感觉 然后衣服下面这里会有一个收袋 然后接下来也是一件衬衫 这件我真的超级喜欢 这一件和我之前买的这一件是一个牌子的 我今年真的就特别喜欢这个牌子 然后它的logo都超级可爱 然后它配了一条这样橙色的一个领带 可以打一个蝴蝶结什么的 领带也是可以拆掉的 然后这个衬衫的话它是每一件的扣子都会不一样 然后真的特别有型 就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件 上身也很好看 看这些扣子真的太好看了 感觉这件都可以买来收藏的那种 然后接下来是一条短裤 然后背面是这样子 就是设计很简单 但版型都很好的一条 然后这个上面就配那种衬衫什么之类的 都很好看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短袖 亮粉色的 我不知道 我最近好像买的衣服都比较的富有颜色 然后版型料子什么的都很好 接下来是一个帽子 就是这个小袋鼠 反正就是挺好看的 然后我觉得也很百搭这个帽子 就适合那种头发乱七八糟的时候 然后就戴这种帽子出门 下一个是一条 纯黑色的一个丝绒的连衣裙 前几天拍香水的时候 穿的就是这一条 它是个有点泡泡秀 然后这里是这种 这种的一个裙子 它是没有任何图案的 就是我觉得单穿 或者当内搭什么的都很好 OK然后就结束了 就是因为我最近确实没有买太多的东西 对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